教課照顧學生 就是國小老師 每天的日常生活 但現在傳出一線教學 壓力過大 國小老師也掀起退休潮 老師確實變得比較辛苦 因為社會環境的變遷 所以原則上來講 大部分老師確實會有 不如歸去的感覺 他是今年49歲的 國小老師楊一峰 擔任教職邁入第30個年頭 面對眼前教育環境惡化 讓他決定申請退休 家長現在也不像以前 這麼尊重老師 政策都要把事情 怪在老師身上 那家長就會被誤導 去認為說 這都是老師不夠負責 退休潮有多嚴重 數據顯示 107學年度 國小新生入學人數 將從106年 1萬8千人 暴增到2萬1千人 光是台北市 就預計交考280人 創下5年新高 但另一頭 台北市有意退休教職人數 高達390人 同樣創下5年來最多 現職的人員擔心害怕說 我可能這個退休條件 要被進行很大幅度的變化 甚至我的退休金的部分 會減少很多 今年50歲的黃耀男 試專畢業 進入高職教書 一交就事29年 談到教育環境 讓他坦言真的好無奈 工作上面會有很大的無力感 社會氛圍就是讓老師們覺得說 你就不管怎麼樣 就要用心的去輔導這些學生 蔡英文喊出成立年金改革小組 軍公教搓雷蛋 退休制度沒保障 一旦符合資格 老師們搶著退休 恐怕成為惡性循環 現在怪獸家長很多 就是三天兩頭 然後對家長有抱怨 或是叫自己的兒子女兒上課的時候 錄音錄影 年金改革教職員被視為劍拔 加上老師家長關係惡化 退休潮不只表面人數減少 最後重傷的 還是台灣下一代的教育問題 東森財醫新聞 許少寧 張博翔 台北報導